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12日星期二 習近平終於露面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消失 十來天的消失 習近平終於露面 是昨天1月11日 中共在北京煞有見識的搞了一個大活動 說是省部級高官有一個研討班開班室 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行 也就是國家行政學院合併在一起 這個所謂省部級高官 研討班是什麼意思 說要學習19屆五中全會精神 然後中共高層全都出席 由總理李克強主持這個開班式 而總書記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長篇講話 不僅由七常委出席 而且國家副主席也罕見的坐在了主席台 而且包括人大常委會 書記處 國務院 還有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等等 各種班子的人都在出席 可以說是高官雲集 官蓋雲集 這麼一個大會使人聯想到對習近平的健康狀況 有對外界闢謠的意思 因為聯想到去年2月23日 當時中國爆發大瘟疫 武漢成為重災區 全國都很緊張 當時中共的高層集體的消失 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政治局常委等都集體隱身 而雖然謊稱在開政治局常委會 但是沒有圖片 沒有視頻 甚至後來美國的Yahoo新聞爆出 中共高層甚至有出逃計劃 認為大瘟疫導致淪陷之後 中共高層可能要實行沉船計劃 有一個出逃到海外去避難的計劃 這些消息曝光之後 中共當時就組織召開了一個2月23日的17萬人罕見大會 比毛澤東時代的7000人大會規模還要大很多 就是17萬人從中央到地方以電話 視頻 網絡 各種會議形式開大會 然後習近平和七常委都露面 那次唯一沒露面的就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要麽就是當時中招住院了 要麽就是跟習近平處於權力鬥爭 而習近平對他排斥 當時官方有一個不正規的解釋 說王岐山只是國家副主席 在黨內沒有任何職務 所以不必要出席那樣的會議 但是這一回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辦的開班式 卻把沒有任何黨內職務的 僅僅是國家副主席 協助主管外交事務的副主席 王岐山叫到那裡開會 不僅對習近平本人的狀況有一個闢謠的意思 也是想顯示中共高層的團結 因為習近平和王岐山的權力鬥爭 在去年到去年底 去年下半年的時候告一段落 後來共同亮相 冰時前嫌 或者說表面上冰時前嫌 但是王岐山的一系列的人馬都被習近平拉了下去 包括他一時一游的好友太子黨人物任志強被重判18年 還有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 是以前王岐山的左右手也被消失 最後是在去年到下半年的時候 王岐山的親信長期的大管家董洪 副部級高官董洪被拿下投入秦城大牢 在這一系列事件之後 各方在高層構成一個表面上的團結 顯示了儘管發生了那一系列事情 說權力鬥爭成了翻過去的一頁 因此大家共同亮相 而昨天1月11日這個亮相更重要的是 對習近平本人的身體狀況 健康狀況 動手術的傳聞做了一個批謠 但是並不能排除說在他過去10天沒有露面的時候 沒動手術 或者說手術成功了 或者說手術還沒有開始 因為在過去10天中 習近平最後一次露面是12月31日 有個政協 所謂新春彩話會亮相 之後發表了一個所謂新年賀詞 但是錄像是視頻 而且一字一句像讀道詞開追悼會一樣 之後就沒有露面 1月6日開了一個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 應該說很重要 習近平通常會到 但是他沒有到 隨後1月7日開了一個所謂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各部門的工作報告 開了一整天 那是美國發生了1月6日 國會山莊事件之後 中共開了一整天的會 但是沒有視頻 沒有相片 在中央電視台 新聞聯播沒有出現任何的視頻和相片 就是說習近平本人究竟有沒有出席的會都是一個問號 而隨後在1月9日召開了全國政法工作會議 習近平也沒有露面 而這些會議的重要性都不亞於昨天的所謂黨校審部級開班式 並不亞於 因為對於習近平來說有三個武器 三個法寶 就是槍桿子 筆桿子 刀把子 12月初的時候 他出席了軍隊的一系列會議 包括什麼全軍整訓會議 軍訓大會 還有四項政治工作會議 應該說他要抓槍桿子 但是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是抓筆桿子 他沒有出席 是1月6日 而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是抓刀把子 他沒有出席 是1月9日 就是說明 在這個期間 12月31日到1月11日有不尋常的情況 習近平究竟身體狀況 健康狀況怎麼樣 有沒有動手術 或者說手術是否已經過了 或者說手術還沒有開始 都是大大的問號 習近平在昨天的長篇講話中大談 所謂現在中國的發展格局 發展理念 是基於理論邏輯 歷史邏輯 現實邏輯 所以在解釋中共為什麼目前要走這條道路 就是大家所議論的極左路線 對內鎮壓 對外擴張這種極左路線 向毛澤東時代文革回歸 他做了一個解釋 但是這個解釋非常牽強 說到理論邏輯 歷史邏輯 現實邏輯 這是中共自己的邏輯 跟人民無關 跟這個國家無關 跟這個民族無關 跟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馳 而且說穿了還是王滬寧個人的邏輯 王滬寧炮制出來的所謂邏輯 就是王滬寧邏輯加習近平邏輯 如此而已 也就是說還不見得是那個黨的邏輯 就連中國共產黨的邏輯都不見得是那樣 因為中共經歷了毛澤東時代 後來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 現在習近平 王滬寧要倒行逆施 走回頭路 開倒車 回到毛澤東時代 回到文革 回到49年那個狀況 不要說國內過不了關 國際上過不了關 就是黨內都很難過關 所以習近平昨天主要就是在做這個解釋 對省部級高官做這個解釋 適合暗示他和王滬寧推行的這條極左路線 在黨內受到了重重的阻力 或者說是不滿 而習近平在講話的後半節還罕見地表示 說要保持謙虛謹慎 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就是罕見的低姿態 低調 因為習近平給人的感覺是很高調 很傲慢 權力傲慢 高高在上 移植氣死 因事囊固 讓黨內外 體制內外都弥滿著對他的不滿和反感 國際上對他更是反感 所以他很難得地說出這兩句話 保持謙虛謹慎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似乎是對黨內不滿情緒的一個安撫 或者說對無處不在的反習勢力 從上至下的反習勢力的某種安撫 而罕見地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擺到主席台上 跟七常委同坐 也有安撫反習勢力的意味 在香港有一個亞洲週刊 是一個親共刊物 最近登出一個文章 還搞個封面 把台灣總統蔡英文加上龍袍 說她是民選獨裁 借用台灣一些對蔡英文不滿的人的聲音 說蔡英文現在權力很大 立法 司法都對她微微落落 因此說她是民選的獨裁 民選的皇帝 結果發表了這個所謂的封面和文章之後 相關人士只輕輕的問了一句 看不及無法回答 既然你說蔡英文是民選獨裁 那習近平呢 實際上亞洲週刊表面上是香港刊物 背後都是中共背景 是中共駐資控股的一個公司 或者說是一個雜誌 這個亞洲週刊不僅是親共 完全就是中共的某種大外宣 而且她是模仿抄襲 盜版美國的做法 因為美國在《時代週刊》或者是這些雜誌上 曾經刊登過封面 把習近平龍袍加深放在封面上 然後寫上 相當於當代的中國皇帝 或者是紅色皇帝有這個意思 或者是暗示這個意思 亞洲週刊有樣學樣 但是她不敢說北京的習近平那是真正的獨裁 真正的專制 真正的皇帝 紅色皇帝 當代皇帝 當代帝王 紅色帝國的紅色帝王 但是她卻既指民主社會 民主政體 民選總統蔡英文和其荒唐之志 華天下之大忌 在北朝選 在平壤 金正恩也終於露面了 如果說在北京 習近平露面是愁眉苦臉 金正恩露面通常是嬉皮笑臉 在北朝鮮召開了一個所謂第八次勞動黨代表大會 而北朝鮮的共產黨稱叫勞動黨 實際上跟中共共產黨的性質都是一樣 宣稱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搞一黨專政 而北朝鮮更勝一籌 一黨專政加家族世襲 這次金正恩搞了第八次代表大會 有兩個看點 一個是給他自己加封的一個頭銜 叫總書記 實際上這個頭銜是象徵性的頭銜 因為他的祖父金日成 他的父親金正日都曾經擁有這個頭銜 通常所擁有的頭銜有黨主席 有黨的總書記 還有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等等 金正恩之所以上台九年才加這個頭銜 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所謂孝順或者是禮節 因為他父親金正日死後要多少年 比如三年守校他才能夠成為委員長 然後又多少年等待 然後才加封總書記 以示自己不會僭越祖父或者父親 在北朝鮮黨的宣傳機構中 金日成被封為所謂永遠的主席 永遠的總書記 而金正日也被封成所謂永遠的委員長 將來有一天 金正恩做古之後也被封為所謂永遠的那個 無外乎就是永遠的總書記或者永遠的委員長 按道理 已經有一個永遠的總書記或者永遠的委員長 後面就不應該有總書記 委員長了 說事情就這麽荒謬 在獨裁國家就這麽荒謬 就像磚塊跟磚塊沒有區別一樣 如果大家都叫永遠的話 那永遠的這個磚塊 永遠的那個磚塊都是磚塊 而永遠二字也就失去了意義 這回在平壤召開的所謂北朝鮮勞動黨第八次代表大會 還有一個看點 就是金正恩的妹妹金與正沒有如預期所說的那樣手握大權或者是加封大權 相反 她反而出局了 就是金與正原先的職務是所謂勞動部第一副部長 再上一層就是勞動部部長 另外她以前是政治局的候選委員 中共那邊叫候部委員 他們叫候選委員 政治局上面也有一個所謂常務委員會 不過他們叫常務委員 政治局常務委員 常務委員有五個 這回作為金正恩的妹妹金與正都說是第二號實權人物 結果她的名字反而消失了 既沒有成為常委 也沒有成為政治局的委員 甚至沒有成為政治局的候選委員 最後連勞動部部長的提名也沒有她 也就是說她有可能繼續保持勞動部的所謂第一副部長 或者就是徹底的出局 這意味著什麽 意味著金與正的失寵 那為什麽會失寵 就說明金正恩活過來了 金正恩解除了健康警訊 因為金正恩在去年多次傳聞病重或者是病危 要麽就是因為他先天性的心血管 高血壓 中風這些疾病 還有就是走路搏腳的問題 跟習近平一樣有走路腳疾或者腿疾 甚至他需要出拐杖 比習近平更為嚴重 另外在去年也被懷疑可能是中了招 就是得了中國大瘟疫 中共病毒 因為一度他不僅消失一段時間 而且中共還派出了醫療隊謊稱是去北朝鮮防疫抗疫 實際上這個醫療小組就可能給金正會診 但是金正恩說的是在北朝鮮是零感染 零病例 零確診 零死亡 所以中共派出醫療隊是對北朝鮮最大的諷刺和侮辱 再一個 前不久又傳聞中共有了疫苗之後 有關韓國的媒體報導說這個疫苗送到北朝鮮 首先給金正恩和全家服務 說金正恩和全家打了疫苗 總之 金正恩是否又健康上 健康警訊解除了 說人活過來了 自己能夠掌握大權了 因此就不需要勞駕他的胞妹金與正了 因為只有他病重病危 甚至出現生命健康危險的時候 想到金家大權 還是要放在金家 那麽就重用他的妹妹 現在他活過來了 他可以露面了 他又可以嬉皮笑臉了 他妹妹就靠邊站 因為對金正恩來說 所謂家族感情 什麽兄弟姐妹 那都根本不存在 只有權力 聯想到金正恩連他的姑父張成澤都可以猝死 連他的同父異母的兄長金正恩都可以派人去謀殺 暗殺 毒殺 所以金與正靠邊站就毫不奇怪 如果金與正能夠保全性命 都已經很幸運 如果能夠保住勞動黨第一副部長的位置 也就更幸運了 所以要燃至權力 或者燃至權力中樞 給金正恩形成挑戰 以為掌握實權的是金與正 那就想得太遠了 當然也不排除 如果金正恩有一天又病重又病危了 然後又出於生命垂危的時候 如果他自己的子女還沒有長大 傳說他有幾個子女都很小 如果自己的子女還沒有長大 那就有可能委託到他的胞妹金與正頭上 因為他還有一個哥哥叫金正哲 但對他不放心 因為都是男性 金正哲跟他是同父同母的哥哥 現在應該說處於金正嚴密的監控或者軟禁之下 總之 獨裁者的原理都一樣 金正如此 習近平也如此 獨裁者就是大權獨攬 個人獨裁 按照中國宮廷鼓勋 那就是臥他之策 豈容他人酣碎 自己只要還剩最後一口氣 都要掌權到底 權力不得由旁人過問 否則沙無色 最近幾天 中共有一批省和市的政協副主席受到查處 包括遼寧省 海南省和北京市 這些查處倒也是時空見慣 並不奇怪 都是副省不及這種 但是有趣的是 中共官方通過黨媒黨報所做的通報 所做的這些描述 令人感覺到很有趣 北京市的政協副主席李偉被查處 他57歲 說他除了收受禮金 禮品 還有行賄社會之外 用了一個描述 說他甘於被圍獵 圍獵就是他成為一個獵物 其他人對他包圍圍獵 就是把中共的黨員高官比喻為一個獵物 而周圍對他行賄的人 或者跟他拉關係的人 那就是圍獵的獵人 這些獵人要打獵物 這是中共一個有趣的比喻獵物和獵人 另外一個 遼寧省的政協副主席劉國強 他都67歲 應該說處於退休年齡 對他的除了說他行賄社會以外 有一個有趣的說法 說他是不忠誠 不老實 兩面派 兩面人 但是接下來兩句說 盲目聽信 政治騙子 花巨資 跑官 外官 被騙 這很有趣 就說是不是有人冒充中央組織部 是江湖騙子 來騙他 說要給他升官 然後他就花了巨資去升官 結果後來發現是騙子 大概這個意思 這個故事隱藏在文字的背後 但是他用詞也很怪 說盲目聽信 聽信 政治騙子 那什麼意思 就是不盲目聽信 就是你聽信了 政治騙子可以 但是你盲目聽信了 如果是黨內 比如你的上級 或者是黨內組織部在騙你 那就不加盲目 你聽信就可以了 那種政治騙子在黨內可以 另外還說 花巨資 跑官賣官 所以你要是花巧遷 跑官賣官 倒也罷了 你花巨資 再一個 花巨資 跑官賣官 被騙 要是你不被騙 倒也罷了 比如說是黨內進行跑官賣官的交易 都知道在中共黨內 在中共軍內 都是跑官賣官 賣官周絕 买官賣官等等的現象都非常的普遍 所以絕對不止所謂的劉國強一個人 關鍵在於中共就暗示他出了醜 出了洋相 他被江湖騙子所騙 所盲目聽信 然後是政治上受騙 這個讓中共受不了 你要是內部進行權錢交易 倒也罷了 你居然就被社會上的騙子 江湖上的騙子騙了 你還有共產黨員的水平嗎 你還有中共高官的水平嗎 你作為中共高官 中共的黨員 至少你能夠鑑別一下社會上的騙子 江湖上的騙子 至於黨內的騙子 比比皆是 那就算了 你騙我 我騙你 大家騙到底 海南省政協副主席叫王勇 他被查處 他現在63歲 除了說他是出入私人會所 家風不正 收受賄賂 禮品禮金之外 有一個有趣的說法 說他在黨內民主生活上安排他人裝樣子 搞表演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民主生活上是不是安排別的人在表揚他 安排別的人在吹捧他 或者他自己怎麼樣 但是這不恰恰是習近平和中共高級領導人所做的嗎 叫做裝樣子搞表演 習近平到地方上去視察 或者是其他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到地方上視察 都是搞群眾演員 前呼後湧 那些根本就不是群眾 少的說來就是黨員幹部 重的說來就是公安國安所冒充的 是冒充小販也好 冒充路邊群眾也好 冒風什麼大媽大嫂 冒充什麼母子 婦女抱著孩子 結果發現都是公安人員 都是治安大隊長 所以習近平帶頭搞這一套 就安排他人裝樣子搞表演 居然現在成了海南省政協副主席王勇的一條罪 其實王勇完全可以自我辯護 他說我是四個意識 兩個維護 四個意識表示什麼 政治意識 大局意識 核心意識 看齊意識 我看齊核心 核心是習近平 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都有了 習近平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所以中共黨一黨專政 一人獨裁 搞出這些句子 搞出這些宣傳句子 也是自相矛盾 笑話百出 漏洞百出 本來宣傳說核心只有一個 是所謂地名一尊 被網民親切的稱為了一尊 結果又宣傳說要看齊核心 要有核心意識 那黨員幹部怎麼自處 什麼叫看齊意識 也就是說你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你講話 我也講話 你開會 我也開會 你親自吃飯 我也親自吃飯 你親自上廁所 我也親自上廁所 你現在安排別人裝樣子搞表演 我也安排別人裝樣子搞表演 這恰恰就是四個意識 兩個維護的體現 你怎麼能夠去法辦網友 怎麼能法辦這位海南省政協副主席 他應該是被數為標兵 數為四個自信 四個意識 兩個維護的標兵 受到表彰 甚至到人民大會堂 接受習近平的表彰 給他套一個鏈子 也表示嘉獎勳章 共和國的勳章 共和國的一級勳章 法國大作家巴爾札克寫了一個人間喜劇 而當今共產中國這個人間喜劇不亞於巴爾札克筆下的人間喜劇 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同樣 在中國近代清末明初有一本書叫《官場現行記》 現在對照中共的官場和清末明初的官場恐怕也是有過之無不及 那就叫做揚相擺出 醜態擺出 笑話擺出 好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裡 晚上繼續直播 就美國局勢 美中關係 或者是世界大勢 與廣大觀眾 聽眾網友 在線互動 在線問答 請鎖定 陳破空眾論天下 美東時間晚上7點 中港台時間早上8點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